记者洪素金平东报道,刘湘慈等人主演的TVBS最新优质国语,八点档大戏女兵日记在墾丁如火如荼拍摄,同时剧中也打造了最新军中情侣档,杨晴与罗平,在炙热的墾丁打造永池叛谈情说爱的粉红炮炮敲断,杨晴,罗平换上白色海军大礼服,展现出不凡的军人气势, 不过私下访问时罗平爆料杨晴自觉吓潘大,惹得杨晴害羞连连,众人笑翻,剧中两人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有淡淡的暧昧情愫产生,戏外德他们也是第一次合作,被问到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如何。 杨晴首先开炮说罗平在开拍前是白浩克,更加满形容是油脂跟脊肉的混合体,整个很大一支。 罗平也承认自己开拍前很肿,之后天天在顶楼天台运用晒衣架做腹部运动,加强自主训练,果然大变身。 身高180公分的她,目前体重78公斤,让杨晴直呼她身材变超好。 另一方面罗平觉得杨晴身材不错,不过杨晴则对自己的下盘不太满意,自爆吃两个便当财宝,不过罗平安慰。 是女艺人要求太严格拉而拍摄女兵日记最难克服的是,杨晴说韩孔令是她的招门,因她一开始声音,力道都不够大。 面对一百多人的场面,后排的兵根本听不到她的声音。 杨晴因无法标准念出口令害大家一起陪她在户外曝晒而觉得沮丧。 隔天马上拉住罗平找营区副营长协助训练,让声音整整回荡在一百五十公尺远的树林中,也因为有得当训练,导致杨晴现在中气十足,讲话都会不自觉越讲越大声。 两人在剧组是真真实实经历了扎实的军中训练,罗平笑说,这辈子没想过会再当一次兵。 杨晴补充,有时候搞不清楚自己是来当演员还是真的来当兵。 杨晴和罗平拍摄爱情戏。 TVBS提供,杨晴自觉下盘大。 TVBS提供,杨晴和罗平拍摄爱情戏。 TVBS提供。 TVBS提供,杨晴和罗平拍摄爱情戏。